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报复加拿大抓捕华为公主孟晚舟 继中共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 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之后 第三名加拿大公民萨拉麦基弗在中国被拘留 罪名竟然是非法打工 真所谓流氓善变 绑匪无常 当年一个加拿大医生在中共眼皮底下非法行医那么多年 不仅没被拘捕 还被中共视为做上宾 甚至当这个非法打工的加拿大人死了之后 毛太祖还亲自撰文悼念 并逼着中国人学习了几十年 对 那个加拿大人叫白秋恩 讽刺的是 当年那个白秋恩为之卖命的中共 今天却把另几位加拿大人略为人质 就如我上期所说 加拿大现任总理小杜鲁多 也确实是个令人失望的软土豆 中共已经连抓了三位加国公民 而且中共驻家大使在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公开叫嚣 加拿大应该反省一下做了些什么 这几乎是挑明了 说白了 抓你的人就是为了报复和要挟 以换回孟晚舟 可这位年轻天真的杜鲁多还软塌塌地表示 中共抓第三个人的模式 以抓前两个有所不同 连一句像样的硬话都不敢说 也难怪中共敢于得寸进尺 不停抓人 其实不只是加拿大 在当今世界敢于对邪恶说不的国家 已经少之又少 由于多年的绥靖妥协 加之中共的渗透瓦解 以及人类整体的道德下滑 三观的扭曲 恶的势力甚至主导了世界 好在天理归位 意恶扬善 中共无下线的恶行 反而会帮助国际社会 渐渐认清中共的流氓本质 进而丢掉对中共的幻想 就像现在美国和川普所做的那样 坚持原则 强硬果断 该出手时就出手 因为中共自己 其实就像他常常骂美帝的那句话 是个纸老虎 一戳就破 但为了显示自己很厚实 不那么容易被戳破 中共最近在所谓 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 放出狠话 警告川普 不要当以止气使的教师爷 没人敢告诉我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虽然国际上四面楚歌 国内经济严重下滑 但该改的 能改的 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 不能改的 我们坚决不改 显然这句话的重点是坚决不改 中国股市应声暴跌 可以看作是大陆民众 对这句话的回应 因为那些期望政府 能有新的改革措施出台 逐步实现市场化 法治化 民主化改革的人 对中共大失所望 而这坚决不改四个字 也基本否定了在中国 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 进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因此 大陆百姓形容 这次大会是改革四十周年 追到大会 悲凉而准确 所以习近平讲话中提到的 未来可能遇到难以想象的 惊涛骇浪 其实不难想象 而且一定会不期而至 但要指望中共这艘 摇摇欲坠的破船 还能够破浪前进 恐怕就是痴人说梦了 因为逆天而行 就一定逃脱不了 传番覆灭的宿命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预祝大家节日快乐 另外呀 听说美国联邦政府 为了修边境墙 穷的都揭不开锅了 决定将于圣诞节关门 对此 我也深表同情 当然 我也想奉劝美帝 你们自己的麻烦事也不少 所以就不要总盯着我们 一会儿加税 一会儿抓人 一会儿调查的 最后怎么样 搬起石头 什么 美国政府没关门 没关门就好 没关门就好 再说了 如果真关门了 我跟谁抗议去呀 好 下面开始题问 这位记者 在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沃尔 分别在北京和丹东 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扣押后 目前又有第三名加拿大人 沙拉·麦克福在华被拘押 请问中方用扣押人质的方式 来报复加拿大 有没有考虑过如何向国际上交代 交代 当然有考虑啊 你放心 我们抓人一定会事处有名 有所交代的 俗话说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康明凯和斯帕沃尔 是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被拘 麦克福是因为非法就业被拘 扣帽子本来就是我党的强项 就是再抓一百个加拿大人 我们也能找到罪名 一人一顶帽子 不重样 之前加拿大公民高凯文 被中国拘押两年才获释 这次被拘押的三个加拿大人 请问中方何时能释放他们 这事啊 不归我们外交部管 不过我可以引用一下 中国驻加大使的话 回答你 那些指责中方拘押有关人员 以报复加方拘押孟女士的人 应当首先反思加方的所作所为 那换句话说 这三个加拿大人什么时候回家 就看加国的合作态度 这种报复手法 与其说会给孟晚舟案带来转机 不如说只会让矛盾升级 有多家外媒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妻子的 附加签证被拒 另外王毅本人在加国有两套豪宅 如果美加这些国家 启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进行追责 那么很多中国高官 在海外的财产都可能不保 别啊 有话好商量 别抢钱啊 至于王毅外长的私事 只能等外长自己出来辟谣 我实在不便在这里公开回应啊 我还得保着犯案啊 你懂他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近来华为在国际上 几乎成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除了在美 澳 德 英 日碰壁之外 近来杰克总理也下令禁用华为 成为东欧第一个拒绝华为的国家 在此背景下 12月18日 华为集团在深圳 举行国际媒体记者会 华为CEO胡侯坤 对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美联社 法新社 彭博等13家西方媒体称 该公司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是否可以解读为 华为再尽量与中国政府切割 换言之 中国政府在孟晚舟暗中的作为 其实是给华为帮了盗忙 没办法 帮盗忙也得帮啊 华为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 华为参与过金盾工程 承拨了公安部 面向全国的监控工程 华为老板任正非 曾在军队任职14年 接受的训练就是搜集情报 跟蛤蟆 我是说小蛤蟆 就是江连鹏 关系非同一般 总之啊 任正非之女 华为之CFO的孟晚舟 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坚决不能让她落到美国人手里 好了 现在是外交部记者会 不是华为新闻发布会 不要总说华为了 换个话题 这位记者 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 对替中共行贿联合国非洲官员的 前香港高官何志平作出裁决 何志平违反海外反腐败法 和国际洗黑钱串谋洗钱控罪中 七项罪程 法官将于明年3月14日宣判刑期 根据判定的罪名 何志平最高将面临65年的监禁 最高罚款165万美元 对此请问中方是否会对其在国际事务中 一贯以前开路的刑事方法有所反思 唉 你不说我还给忘了 都是这几天被孟晚舟的事给搅的 何志平的事 我们都没顾上抗议 不过这次我们就先不抗议了 实在是抗议不过来呀 这话说回来呀 美国这手啊 伸得也太长了 你看看他们抓的两个人 一个是香港人何志平 一个是塞内加尔前外交部长加调 没一个是美国人 这美帝怎么什么闲事都管 这在司法上是根据鼠地原则 因为何志平行贿的事发生在美国 所以他们在美国的土地上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当然要被追责 对了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没有回答吗 我说了呀 美国人的手太长 我问的不是美国人的手长短的问题 我是想问中方有什么反思 反思啊 当然有啊 之前说过嘛 孟晚舟若被引渡 最高可面临三十年监建 出来了可就是七十来岁的人了 这何志平啊 现在就快七十岁了 再判个六十五年 目测他活着出监狱的几率很渺茫啊 哎呀 这中国精英容易吗 奋斗一辈子 到头来 不在中国秦城坐牢 也得上美国监狱养老啊 在G20川喜晚宴上 中方做出了改革非关税壁垒等承诺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听到中国政府有任何具体改革措施出台 这个你们不要着急 习总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会上不是已经表态了吗 该改的能改的 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那请问哪些是该改的呢 这还看不明白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 大小改革每个一千回也有八百回了 所以改来改去 改到今天还没改的 那基本都是不该改的咯